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底部,底层的这个枝叶的剪枝 那么我们前一段我们休假回来 回来以后呢,我们的西红柿,哇,长了很多很多 那么都疯长了,长了很多,黄瓜也都长了很高 那么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需要马上处理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需要把底部的这个西红柿的或者是黄瓜的这个底部的枝叶 把它通通的剪掉 为什么我们需要剪掉这个底部的枝叶 你们可以看到底部的枝叶呢 它已经表现出来一些疾病的特征 比如说黄了或者是卷了,甚至有斑点在上面 这些呢,就是因为它们太靠近这个地面 然后这个地面的这个湿气比较大 然后这个时候呢,它就很容易就会产生这个疾病 因为这个针菌,那么针菌呢,就会泛炎 而且这些虫害呢,因为都是从下面开始往上走的 所以说呢,这个太湿度,湿度太大了,就很容易造成疾病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这个西红柿长大了以后呢 那底部的湿度大 而且呢,它的阳光和光线呢,又接受的少 那么它就是最容易得病的那一个枝叶 所以说呢,我们要尽快地把它剪掉 你看,那么可以看到,它已经有这个疾病的特征 所以说我们要尽快地赶快剪掉它 你像这个,也是表现出有这个疾病的特征 所以我们要尽快地把它剪掉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底部的汁叶呢 它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就是说它在西红柿生长的过程当中呢 它这个西红柿一开始的时候的最老 这一波汁叶呢,它呢,已经进行光和作用 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这些汁叶已经在生长 在生长以后呢,这样的话 这个就变成一种累赘一样的东西 就是说,它除了传染疾病以外 它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说 它并不参加这个光和作用了 它接受不了多少光和作用 但是呢,它又这个消费的或苏格 光和作用产生的就是这个糖分 那么底部汁叶不参加光和作用 但是呢,它又分享一部分这个糖分 所以呢,我们应该把它尽早地把它去掉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约这个糖分 去供给新的汁叶 所以说呢,底部这个我们要剪掉 剪掉 你可以看这个底部的这个 看到了吗 这个,你看 这个,要剪掉 看,这些剪掉 另外一个原因,我们剪掉这个呢 它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空气的流通 因为我们这个空气的流通呢 它是从底下往上走的 底部的这些清理,及时的清理掉以后呢 这样的话,它就会让气 让这个气流呢 流通 顺畅 这样的话,就会帮助我们这个 减少西红柿的这个疾病的产生 那么同时,因为气流顺畅以后呢 这样的话,还可以帮助我们这个 这个职业的这个光和作用 而且增加它的这个让枝干呢 变得粗壮有力 这个我们也是把它剪掉 底部的我们全部把它剪掉 你可以看到,你看这个部分 那么我们至少要保证6寸以上的这个空间 就是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西红柿呢 它有个自然淘汰的一个过程 就是说,如果说它的枝叶开始改变颜色了 或者是出现各种就是变得瘦小了 而心长呢,都比较肥大 而这个老的变得瘦小了 它已经是变成了一种累赘 所以说,尽早地去掉 那么我们剪掉的这些枝叶呢 一般的都是比较有病,病害的 所以我们要尽量地把它清除 倒在垃圾桶里边清掉,去掉 靠近地面的这些,它已经在改变颜色了 所以说,我们要尽量尽早地 你看,这个颜色已经在改变了 而往地下去发展 所以我们要赶快地把它去掉 就是凡是这个结出地面的 你可以看到这个颜色已经在改变 这就说明什么呢 这就说明这个已经有了这个疾病的特征 或者是真菌的受感染的特征 所以我们要尽早地把它去掉 那么对于西红柿的剪脂 一般性的剪脂 我们有几个视频 我会把这些视频的连结 历史在这个说明的部分 或者留言部分 欢迎大家点击视频连结 玩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 欢迎订阅 看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